女生的不要 歡迎大家來到屯的狼的頻道 我是兔兔 女生的不要到底是什麼意思 你有沒有時候常覺得女生的不要 到底是真的不要還是假的不要呢 是不是快要被女生這些不要搞瘋了 每天會猜女生的心思 來我們今天就已經是兩個女生 我們就來依照我們個人的 經驗 來跟大家分享所謂的不要 好第一種不要 明明曾經說過想要 但過一陣子就是說不要 就是你有沒有印象中有一種女生呢 她跟你說我好喜歡這個史迪奇娃娃好了 過了半年之後熬到她生日 你就送她那個史迪奇娃娃結果她說 蛤 可是我沒有很想史迪奇欸 就女生常常一陣子就會喜歡這個 一陣子喜歡那一個 就如果你沒有抓到她那個 改變的 改變的point 那個twist的點的話 你就完全錯過她的想要以及不要了 那這種事情要怎麼避免呢 真的避免 就是如果說你發現間隔時間真的有點長 你差不多真的快要她生日快要當月的時候 或者是前兩週再問她說 你還喜歡那個史迪奇娃娃嗎 欸發問一下 請問我有讓你有這個困擾過嗎 有 like what 就是你之前會就是跟我說你喜歡 比如說哪一款包包或哪個戒指好了 還有手錶也是啊 喔對 就是你會先跟我說你喜歡A款 喔因為為什麼喜歡A款 因為它圓的量很大 然後過一次你跟我說你喜歡方的 各位觀眾流行的趨勢是會每年跟每期去做調整的 所以鳳千元哥我也就是 特別是在挑禮物的這個部分 一定要試探性的問對方 不然就會換得一個不要 對 好來 下一點囉 膳食性的不要 但等等就會改變心意 請問該怎麼辦 就是 這時候呢 就你可能會發現 有一些女生就是說 欸你這種要吃什麼 蛤我不知道啊 那吃義大利毛毛 不要 然後結果過一陣子 你就想說好吧 那我們就各自去吃了 然後回來之後發現 欸 你再吃義大利麵 那這種不要就有點像是說 我當下不要 我跟你講這種女生常常是 她在回答你的當下 她其實不知道自己要什麼 所以她就是索性就先來一個 嗯不要 可是事實上就是仔細思考的時候 就會覺得嗯要 或者是有時候 例如說她很常點了一個東西 是我拒絕的 我說嗯不要 然後等她點來之後 我就會覺得嗯好好好 搶去吃 我真生氣啊 你不是不要 我就是想說你不要 我可以吃整份的 然後我點了它 就你把它搶去吃 對 然後你要說這不要怎麼猜對不對 我跟你們說 這種女生她連她自己不要 她都不知道了 這種是沒有辦法猜對不要 所以我讓你有這種困擾嗎 很常 蛤 所以呢 這時候我要怎麼做 我只能調出我自己的心態 怎麼調整 一人一半啊 就是 我吃很遠 你要為了 為了我的 因為不要而產生的後果 然後你要自我調整這樣 啊因為在一起就是這樣啊 你這一餐 吃了不是那麼喜歡 不是那麼完美東西 就下一餐完美起來啊 就是至少下一餐 如果中餐發生這件事情 晚餐我就跟她說你想清楚喔 我沒有要分你 她真的很常跟我說 你最好想清楚 我沒有要分你 我今天要吃整份喔 我沒有要分你 然後來了之後就直接 推到我面前 然後就開始忽視 她很常就是東西來之後 就會默默就是很移到自己那一邊 對我就開始往這邊拉 就是沒有要分你 非常害怕 我碰到她的食物的感覺 對 好來 下一點喔 是口是心非的不要 還是真的拒絕別人說不要呢 口是心非的不要 就是有點欲懼還贏喔 like what 嗯 小郎 我們今天要不要來 with this with this 喔呦 不要啦 然後開始脫衣服 這完全就是非常口是心非 對 那這個不要到底是真的 不要還假的不要 不要這麼明目張膽 但是私底下我頭 女生怎麼難告啊 所以這個這個事情 在我身上也有看到嗎 有啊很常啊 我看到你看到她的東西 我就知道你喜歡她 因為你眼睛會發光 我就會說怎麼樣 要不要買給你 然後你就會 不要 然後眼睛一直盯著她看 你一直在說Hello Kitty嗎 之類的 一直盯著Hello Kitty 我說怎麼樣你很喜歡對不對 你要不要Hello Kitty 不要 戴眼睛才看對不對 蛤我是這種人喔 你為什麼這樣 以上是幾點我全部都有啊 對就是照我的經驗分享 這是我的經驗談啊 我淚歸出你這種很煩的女生的 幾種不要啊 我真的是很煩的女生 我要承認 我知道了 有時候有些事情很難為情 她沒有辦法 女生沒有辦法 去承認 比如說你喜歡Hello Kitty嗎 比如你想要那一陣 Hello Kitty嗎 或是進行一些blrblr的事情 她總不能就是 大廳好像是她承認 對我就超級一可 對她一定要說 就是有些女生就是會欲懼 要有點精實 這是她的精實 這是她的精實 要留給她 對 那如果她不要 她通常會帶動作 就她真的不要 就不要 就比如說你靠近她的時候 她就是會閃 或真的不要 然後尊重她的肢體 就是不要 所以這一題總的來說 就是說身體是誠實的 對 她就是嘴巴上說不要 但身體很想要的時候就是想要 她就是會影 身體會影響力 對 嘴巴上不要 然後身體這樣的時候 就對她真的不要 好 很有依據感 來來來 不可略過的廣告時間 工作回到家常覺得肌肉疲憊痠痛 這時候的我們會拿出 這兩台熱膚筋膜槍幫對方按摩 我手上這一台是SKG F5 我手上這台是SKG F7 可以看到的是他們的外觀都非常非常的時尚 有這個環繞的燈 重點是她重量非常輕 我手上的F5才300克 我的F7是350克 我們之前用過其他牌子的按摩槍啊 重量都有點重 不然就是太大支 如果以我們自己要單手操作的話 就不太方便 所以SKG這兩支超輕的按摩槍 真的深得我們心 對再來是她的熱膚功能 先熱膚放鬆之後 再按摩可以避免肌肉的傷害 而且她熱膚的話是有三段 兩台都三段式的熱膚檔位 我手上的F5 她是按鍵式的按鈕 然後她的震動檔位有三段 我的F7的話是五段 然後是滾輪式的 我就這樣往上 這裡有滾輪我把它往上跳 就可以變強 而且你聽 她的聲音 其實沒有很大聲喔 因為這台還配備了降噪功能 這台也有 是不是真的很讚 喜歡的話我們把相關資訊都放在影片下方資訊欄 可以去看看喔 再來喔 理性的說不要 還是情緒上的說不要 理性上的就很簡單 就是有些女生會很理性的說 為什麼她不要 她可以講出她不要的好幾個理由 那就她真的不要 就代表說這個東西真的 不值這個假錢 我覺得太貴了 然後或者是 嗯我覺得另外一個比較好 如果你只能送我這個的話 那我不要 那情緒上的呢 情緒上的喔 就是很丟的那種嗎 就是我不要跟你講話了 各位 如果你女朋友 你們在吵架的時候 女生說 你走開 你不要跟我講話 我現在不要跟你講話 這時候怎麼辦啊 你不要傻傻的 真的就不跟人家講話 但是呢 她說不要的時候 她當下也真的很生氣 你也不要去給她掃台風 這時候你一定要找一個時機 你要讓她冷靜一下 比如說5分鐘 10分鐘的時候 再去偷偷拉拉她的衣服腳 她如來說 走開 這個已經開始有點軟化的時候呢 就再繼續揉一下 她如果還在走開 還沒有要原諒你的時候 就可憐稀稀的先放開她 然後過5分鐘 時間要縮短喔 第四十分鐘 第二次就要過5分鐘 再去拉拉她 或是直接給她一個擁抱 她通常就會軟化啊 不愧她會很生氣罵你說 你剛剛真的很討厭 劈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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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罵完之後就沒事了 我覺得你真的 就是在講我耶 蛤 還不明顯 我覺得 這種女生好煩喔 我們之前有一個法則 叫做如果我給你兩個選項 你就一定要選一個 的法則 這樣就不會就是 一直僵在那邊 選不出東西了 對 然後一個 一個肚子餓到生氣 然後一個在那邊覺得 你都講不到我想吃的在那邊生氣 但是有一種不要 就是剛剛那個非理智 就是情緒化不要是那種 就是我問什麼你都不要不要不要這樣子的那一種 就也是這樣情緒化 她其實只是想要表達就是 她在認識 小男生就是不少 她在認識 你講什麼我都不要 只要是從你口中講出來的東西 我都不要 這種感覺 對這個時候就回到跟剛剛吵架是一樣的 你就冷靜她一下 女生真的好難 那還有一種不要是 對有興趣的人就不會說不要 喔 這個就有點像是說 比如說現在兩個人都單身啊 然後遇到一個喔 有興趣的對象 有點微微的曖昧 或者是想要培養感情的對象的時候 這時候對象的 任何一個邀約女生 通常都不會 那我要邀約你囉 好 欸我們去看那個蝙蝠俠好不好 如果這時候女生不想看蝙蝠俠 她會說 嗯 還是你要看另外一部 因為蝙蝠俠我好像 比較沒有興趣 我怕很無聊 那如果今天就是 你沒有興趣的人 然後欸 你來看別的蝙蝠俠好不好 不要我看過你照片看吧 怎麼差那麼多 那換你問我 你飾演一個 我有興趣跟沒有興趣的人 嗯 兔兔啊 嗯 有一間 水餃店 很好吃 她的招牌是木耳水餃 我超愛木耳水餃的 妳超愛木耳水餃 那一間超好吃 嗯 喔 她應該還有賣其他種水餃吧 有但招牌是木耳水餃 喔 那我可以 我可以吃高麗菜水餃 或者韭菜水餃 就是 就是 願意陪我去吃水餃 但不吃招牌 對 為什麼呢 因為我不喜歡吃木耳水餃 我不喜歡吃木耳 好 那如果是 好如果是你討厭的人 就是沒那麼喜歡 或是你想要就是 好 來 也是木耳水餃 好 欸兔兔 欸我有一間水餃店 招牌超好吃的欸 是木耳水餃 我們一起去吃吧 不要 妳不知道我不喜歡吃木耳嗎 我自己飄出去 這種對沒興趣的人 不要都很絕絕 就這樣 絕絕子 絕絕 不是這樣用 不是這樣用 不是 剛好剪掉 好丟臉喔 我講的那個絕絕是很 很堅絕絕對不要的絕絕 好 我們回來 絕絕 就非常的絕情這樣 對 對 就是 你對這個人沒有興趣的時候 女生的不要是非常的絕情 如果說 他對你有那麼一些些意思的話 他的不要會 就是很玩轉 就是會 想說 車子已經開到底了 可是他又想辦法轉彎去 讓自己有其他深入 深入 可是如果說 他對你沒有興趣的話 他基本上就是撞到底 就直接撞上去算了啦 那種感覺 對 就是他如果真的 對你有興趣的話 他會 就你的方言去延伸出另外一個 他比較可以接受 他會提一番提一番 因為他會需要跟你有更多的互動 直接拒絕 其實就是 沒有互動了 就是 就建議 不要 就少約一點啦 其實完全可以講到下一點 就是如何從語 語氣中分辨不要 不要 我自己的觀察是 如果 尖端永烈不要 就是絕對就是不要 兔兔你要吃巧克力嗎 這巧克力很好吃喔 不要 這就是沒得談 那你問我 小狼你要吃這個巧克力嗎 不要好了 這時候我就會判斷說 其實你覺得還不錯 但是你是不是在考慮什麼 對 所以你只要抓到他考慮的那一點 例如說他可能在考慮他最近有點胖 你怎麼那麼想就是我在減肥 可是他最近明明就是很 他現在明明就是想要吃甜食 所以你就 只要 如果有sense到他那一點 你就要跟他說 你真的覺得你最近胖嗎 沒有 你最近 我覺得你最近狀態很好 這巧克力真的很好 所以我覺得你吃一個 你吃一個吃看看就好了 這時候他就會吃下去 所以就是 只要是那種 嗯 不要 好了 只要有那個 好了有那個叫做什麼 語助詞 這個不要的東西很多的話 對 基本上都還有 就是討論的空間 對 對不對 我們今天去看電影好了 好不好 嗯 不要 這個是 就是 有點猶豫 可能有點想看 但是又覺得看電影可能 兩個小時 可是我可能會想睡覺 我可能也想做什麼其他事情 所以 嗯 不要好了 就可以經過一番說服 對 那如果有種情況是 老婆你要吃這個軟糖嗎 欸我現在要回答哪一種 見進式的那一種 蛤 不要好了 這軟糖很好吃喔 你要吃這個軟糖嗎 你要吃軟糖嗎 不要 你要吃軟糖嗎 這時候呢 這時候呢 你就會發現他的不要 越來越簡短 越來越快的時候 就代表說 他開始堅定自己不要的立場 就不要再問下去了 不然等一下不要一邊 不要就跟你說不要了 你吃不懂是不是 這個就會讓場面不太好看 所以我們要學會就是在 好的地方就收了 所以如果你沒有Gate到他就是 思考的 猶豫的點是什麼時候 你乾脆就是 在他真的 越來越簡短的時候 大概三次四次 你就不要再問下去 他是真的不要 好啦 大家學起來了沒 女生的不要到底是什麼 趕快跟我們分享 他們是否還有一些其他的不要 怎麼了 我剛剛有起起 沒有我只是想表達 女生真的很難猜對不對 我其實到現在 甚至我自己身為女生 我都還是覺得女生有時候心思真的太難猜了 所以就是 希望這個小小歸類可以 有志於 大家可以有 那麼一點點 有點頭緒 可以理解判斷女生更了解女生 好嗎 嗯 好啦 如果你們有什麼 覺得女生特別的不要 記得在下面分享 喜歡的話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 想說掰掰 可以按讚 小籽